1971年9月13日,中共副主席林彪携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乘坐一架三叉击军机,在蒙古温都尔汉坠机身亡。 这是继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的又一位重量级领导人的外逃。 有人说林彪是被叶群骗上飞机的,也有人说他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设计陷害的, 还有人说他本打算飞往广州,结果被党性强的驾驶员带到蒙古。 甚至飞机是怎么坠毁的也莫衷一事,有人说是飞机没游了迫降失败, 也有人说是被导弹打下来的,还有人说飞机上发生了搏斗导致坠毁。 今天我们就聊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。 很多宣传说林彪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。 事实上,林彪并非一开始就是那个摇着红宝叔唯唯诺诺的林彪。 林彪和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在井冈山相识。 那时,林彪和毛泽东时有争论,经常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。 林彪由于业务能力突出,提拔很快,从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纵队司令到军长。 但发现林彪的伯乐并非毛泽东,而是陈毅和朱德。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部队,林彪认为毛泽东近走攻备路,会把部队拖垮,上输中央,要求更换毛的前军指挥权。 红军到达陕北后,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,决定东渡黄河,进军山西,而林彪则坚持要到陕南打游击。 抗战时期,对于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,林彪与毛泽东也有不同意见。 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,林彪也和毛泽东在战术问题上有多次争论。 1950年10月,在出兵朝鲜问题上,林彪对毛泽东立主出兵的主张有不同看法。 1958年,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论及后金博谷问题,称秦始皇是个后金博谷的专家,林彪说秦始皇焚书坑儒。 见过后,很长一段时间,林彪身体都不太好,一直都在养病。 他的症状是失眠,头痛,怕冷,怕风,只有坐在大卡车上出去跑两圈,颠簸一阵,才感觉舒服。 有人说这是1937年的枪伤所致,其实不尽然。 1937年9月林彪因为平行关大劫,一时风光无两。 1938年3月的一天,林彪出门策马奔腾散心。 当时一五师驻地和延西山进随十九军驻地相邻。 林彪被禁随军执勤的哨兵发现了。 哨兵对着策马奔驰的林彪就是一枪。 很多故事有鼻子有眼地描述林彪穿着日军大衣,被误认为日军。 但据担任一一五师卫生部长的古广善回忆,林彪当时穿的是一件灰布面料的八路军干部大衣。 日军大衣的故事是林彪垮台以后出现的。 只要垮了台,什么脏水都往你身上泼,连挨枪子都是自己的错。 很多故事说这次枪伤伤到了脊椎,引起了林彪的怪病。 实际上林彪的这些毛病并非这次枪伤所致。 据古广善回忆,这次枪伤并没有伤到脊柱。 林彪伤后六七天,其背部的伤口就愈合,能自己走路了。 林彪一向体弱多病,除了神经衰弱,还患过肺结核。 他在战争中头部也受伤。 林彪的内勤,警卫刘甫将回忆,林彪看电影,只要有战争场面,他就头晕,手脚抽筋。 林彪的有两大爱好,一就是坐在大卡车后颠簸,另一个就是滑火柴纹硝烟的味道。 林彪之女林立衡说,1953年苏联专家会诊,诊断林彪有精神病,但林彪拒不承认。 见过后,所有见过林彪的人,无一不认为林彪精神不健全。 其实,林彪所患的怪病是战争创伤后遗症,又称PTSD。 这种疾病直到70年代才被认识。 讲到谷广善,我们可以看看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油条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 林彪受伤后,罗荣环让谷广善护送林彪回延安。 谷广善怕路上万一林彪死了,被追究责任,于是向罗荣环提出,由保卫部长朱迪新一同护送。 共产党见证后,谷广善任空军后勤部长,林彪的秘书多次打电话让他有空去走走,未避嫌,他都没有去。 时刻把保全自己放在首位,这才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智慧。 共产党见证后,林彪身居简出,他熟读《黄世公三略》,甚至《高鸟死》《梁公藏》。 敌国灭,谋尘王的道理,为避免重蹈兔死狗烹的覆辙,他主动隐退,养病不出。 他在笔记中写道,西汉故人以权贵不权,南洋故人以悠闲自保。 有人说林彪有野心,在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存在。 林彪追随毛泽东几十年,不仅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,更了解毛泽东的为人。 作为十大元帅的林彪,此时只想仿效张良,明哲保身。 早在1936年,林彪就有一篇《怎样当好一名师长》的谈话。 对领会领导意图的重要性,他说,要摸清上级的意图。 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,真正融会贯通,真正认识自己所领受的任务,在战役,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。 树玉静而风不止。 林彪想必是桃花源,但除非你结甲归田,否则哪里能轻易逃脱政治,毛泽东好不容易培养的棋子,怎么会不用? 历史上的张良,范黎都是急流永退,一退到底,退出政坛才躲过劫难。 在庙堂上能独善其身的,历史上从未有过。 1953年毛泽东心腹高岗,在毛泽东的授意下,找到林彪、陈云、邓小平等人,准备把刘少奇赶下台。 哪知道,陈云和邓小平扭头就出卖了高岗,向中央汇报。 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达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。 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难堪。 作为高岗的幕后老板,毛泽东当然不承认,他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,对高岗避而不见,把高岗定为反党集团。 高岗就成为了中共历史上为领导背黑锅自杀官员的鼻祖。 经过高岗事件,林彪更加看清了毛泽东。 大跃进以后,林彪对毛泽东造成的灾难非常不满,私下对毛泽东有很多议论。 但在公开场合,从来都是为毛泽东台庄站台。 毛泽东在1958年给林彪安排了一个党的副主席职务。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只是在利用自己平衡权力,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在重用自己。 人的位置决定他的想法,以前林彪能控制自己的欲望,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上。 只要你坐到那个位置,你就逃不过欲望的诱惑。 1959年庐山会议,林彪被毛泽东请上庐山。 作为毛泽东的老部下,他对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清楚。 于是,卖力地批判彭德怀,说他是伪君子,野心家。 彭德怀倒台后,毛泽东任命林彪取代彭德怀。 也就是这时起,林彪燃起了战争年代的激情,他开始入戏了。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,学习苏联军队的管理办法,试图把解放军改造成正规化、现代化的军队,引进了苏联的条令和军衔制度。 林彪上台后,反其道而行,提出四个第一的原则。 什么是四个第一?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,政治工作第一,思想工作第一,活得思想第一。 四个第一的核心实际上是毛泽东第一。 林彪在军队中鼓吹政治挂帅,重新建立起了官兵对毛泽东的忠诚。 林彪的一大发明是用毛泽东语录治理军队。 全国文明的雷锋,就在这时应运而生,成为典型模范人物,向社会广泛宣传。 学雷锋的核心是做毛泽东的好战士。 政治不仅是实力的较量,更是心理的较量。 1963年,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号召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。 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都竟相为雷锋提词。 形式主义之所以存在,是因为很多时候形式就是内容。 毛泽东解决政敌的方式通常分为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,第二个阶段是分化孤立阶段,最后才发起致命一击。 中央领导先后给雷锋提词这一形式,从形式上和心理上告诉大家,谁是共产党的化石人。 学雷锋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热身运动,也是毛泽东解决政敌的准备阶段。 1965年,共产党废止已经实行了十年的军衔制度。 毛泽东说,搞掉那块牌牌,我早就想搞掉它。 有人说毛泽东之所以启用林彪,是为了利用林彪打击刘少奇。 这话虽然不错,但并不准确。 准确地说,毛泽东在启用刘少奇的时候,就已经在思考当刘少奇不听话的时候如何打倒他。 这也是他培养林彪的原因之一。 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那时就和刘少奇关系不好,也不是因为毛泽东阴险狡诈,这是在中国从政的基本素质,要有远见,永远要有B计划,C计划。 林彪之所以树立雷锋为榜样,是利用人的社会属性,使得多数人在看到榜样后产生压力,进而选择依从。 所谓榜样,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。 对毛泽东而言,林彪也是雷锋,他要竖起林彪这个榜样。 很多人看到跟在毛泽东身后的林彪手里摇着红宝书,非常不解。 其实,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 这红宝书不仅仅是摇给人民群众看的,更是摇给那些高级干部们看的。 同样,如果榜样不听话,没有做自己想要的示范,那么这个榜样就离被打倒不远了。 人是经受不起权力的诱惑的,榜样也不例外。 从1960年开始,林彪不再倾心寡欲,他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,还请专人讲授历史上的全谋、手腕、经验教训。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,这次会议的主题本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,毛泽东被迫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。 刘少奇声望日荣。 而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让毛泽东大喜过望的发言。 林彪说,现在这些困难,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,毛主席的思想去做。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,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。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,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。 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,受到干扰时,就会出毛病。 几十年的历史,就是这个历史。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,林彪不仅心领神会,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。 文革总导演毛泽东,受益林彪支持江青。 江青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,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。 林彪对江青大家吹捧,并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9级提高到5级。 1966年5月18号,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。 他在讲话中说,苏联出了修正主义,苏联出了赫鲁晓夫,全国就变了。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,毛主席百年之后,我们也拥护毛主席,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。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,90岁,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,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。 在他身后,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,一定是野心家,一定是大坏蛋,要全党共诛之,全国共讨之。 这本是林彪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话,毛泽东听完后大不高兴。 尽管对林彪而言,这是向毛泽东表态,但提毛泽东死后的事,在心理上会使毛泽东产生联想。 1966年9月,毛泽东叫林彪读《三国志》中的《国家传》和《宋书》中的《范叶传》。 国家足智多谋,曹操对他十分欣赏和器重。 范叶性格娇慢,因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。 一正一反,告诫林彪一心是主,做好助手工作。 文革以后林彪的地位表面上如日中天。 明眼人都知道,林彪在红也只是一个傀儡,真正的大英雄还是毛泽东。 成为副主席的林彪并没有实权,不仅调不动军队,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。 这种监视更是一种政治战队。 1967年,林彪在北京前毛家湾大院召见掌握全军工程的陈世局, 详细询问了北线设防任务和各个军区以及一些要塞的工程建设。 在谈话结束时,林彪特别交代,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,不要对杨成武讲。 陈世局口头答应,但陈世局是个老革命,历经各种政治运动,早就了解了斗争的残酷, 今天你唱吧,明天他登场。 于是他还是向杨成武、刘伯承、叶剑英、聂荣真做了汇报。 1971年春天,陈世局带着工程兵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北戴河开会, 大家得知林副主席也在北戴河,有人便提议去探望一下副统帅。 但被陈世局否决,这些革命老油条早就掌握了革命的智慧。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,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写入党章。 中国历史悠久,但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会刻意选择一个病秧子来继承皇位。 说白了,毛泽东并非真心实意让林彪接班,林彪只是被用来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。 全国人民或许不知道,但林彪是知道的。 九代以后,林彪地位迅速上升,林彪不仅基本上掌握了军队, 连军委办事组几乎都是他的人马。 各省,适合中央各部委的一把手也大多是军队干部。 虽然这都是毛泽东自己一手安排的, 但这一切又让毛泽东感到不安。 一开始毛泽东怕林彪不干,三请两请把林彪请出来,又怕林彪太能干。 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,林彪手下那些拍马屁的, 把林彪的儿子林立国捧上了天。 虽然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,林彪的身体也不可能接班。 但林彪可以不为自己考虑, 他也要为那些一直跟随自己的部下考虑,为自己的后代考虑。 1970年4月25日,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。 毛泽东问林彪, 周总理年龄大了,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? 林彪没有说话。 毛泽东接着问,我年纪大了,你身体也不好,你准备把班交给谁? 林彪还是不吭声。 毛泽东继续问,你看小张怎么样? 小张及张春桥。 林彪说,还是要用跟你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。 这一次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试探。 显然毛泽东是向林彪表明, 要他将权力过渡给文革派张春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